瓦格纳部队已经抵达位于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总部 并宣布封锁了罗斯托夫 画面显示普里格任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耶夫库罗夫 以及俄罗斯总传门部第一副司令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耶夫总将交谈 普里格任声称击落了俄罗斯空天军的三架直升级 如果你继续派出他们就会继续被击落 普里格任表示 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并不在罗斯托夫 瓦格纳军事委员会的纵队将继续向莫斯科挺进 直到与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当面敲谈 但是普里格任强调他的部队将留在罗斯托夫 与此同时 罗斯国防部向瓦格纳士兵发出呼吁 内容是 你被欺骗参与普里格任的冒险并参与了武装叛乱 你们几个班的许多战友已经意识到他们的错误 并向我们寻求帮助和返回永久部署店 我们已经向所有申请的战士和指挥官提供了此类援助 我们请您谨慎行事 尽快与俄罗斯国防部或执法机构代表取得联系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 莫斯科已经引入了反恐行动制度 取消了所有群众活动 他同时指出 所有城市服务都在全力运转 城市周围的活动并不困难 感谢莫斯科人和这座城市的客人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和冷静态度 据报道 位于圣彼得堡佐尔纳亚街的瓦格纳中心 已经被俄罗斯安全部队包围 大楼内部正在遭到搜查 此外 布拉格维神斯基大桥附近 与普里格人有关的机构也被封锁 罗斯托夫附近M4高速公路出现大规模堵车 该地区州长已指示紧急情况部门 向堵在公路上的人提供一些必需品 并再次敦促大家不要前往该公路 普先生刚刚发布视频讲话说 我向俄罗斯人 军队和执法机构 以及那些因欺骗和威胁而被推上武装叛乱 道路上的人发出呼吁 俄罗斯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 西方整个军事和信息机器都针对俄罗斯 在特别行动期间必须放下任何冲突 现在我们人民的命运正在被决定 分裂社会的企图都是背后捅刀子 当局不会允许俄罗斯再次分裂 我们将保护人民 我们现在面临着背叛 握高的野心导致了对俄罗斯的背叛 任何动乱都是致命威胁 我们的行动将是强硬的 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收到了必要的命令 以镇压那些组织叛乱的人 我们将克服任何考验变得更加强大 今天呢就不谈加不加更的问题了 今天全面跟进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